你知道古代的人 怎么样来刷存在感吗 马上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让青春爱读书告诉你 青春爱读书带你阅读全世界 在今天的青春爱读书呢 故事我们把它拉到战火之地 也就是以色列 其实以色列呢 每一年呢 在八九月的时候 也在他们传统的旧历年间呢 会有一个特别的节庆 这个节庆呢 称之为祝蓬节 那祝蓬节呢 就是特别搭了一个棚子 那人们呢 会一起到棚子里面 唱歌 享用美食 跟亲友来见面 而祝蓬节 在庆祝的时候 它是一个围棋八天的节日 而这八天里面呢 第一天 会有一个长老 然后站出来 会拿出古老的经文 这个经文呢 称之为传道书 那么传道书里面 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章节 它说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一切尽是虚空 而这段文字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呢 其实我们从头再来思考一下 这个祝蓬节 它这一段的文字 是来自一个非常有智慧的 这个犹太王 它的名字叫索罗门王 索罗门王呢 他去思考人生存的意义之后 然后他写下这段文字 他说 因为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生命是异常的脆弱 只要任何的风吹雨打 或者甚至用手轻轻一碰 整个棚子就塌下来 可是呢 我们却在这个棚子里面 在我们有限而脆弱的日子里面呢 尽可能的欢欣鼓舞 因为我们不知道意外跟明天 到底哪一个会先到 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呢 我们要意识到一件事情 凡人终须一死 而所有的一切 有一天会化成土 化成灰 然后归于虚空 这里面就提出来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 也就是vanity 或者是存在感 而虚空呢 跟存在感呢 这是两个对立 却又四眼相对的一个概念 而从这段文字 或从这个西伯来的 这个传统的祝蓬节里面呢 延伸出来一种 特别的艺术形式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虚空画 而这种虚空画呢 它会画上各式各样标示的 时间流逝的这样子的物件 它有可能是蜡烛 有可能是破碎的镜子 那有可能呢 是已经发黄枯萎 甚至是发霉的水果 或者是鲜花 那更重要的是 大部分的虚空画里面 它其实都会放上一个骷髅头 可以象征就是说 死亡跟我们生命 是息息相连的 而这正是人类古代 对存在感 一个最重要的理解 所以呢 当人类无法逃脱 大自然的这个韵律的时候 实际上死亡的阴影 无所不在 而在我们人类 在面对永恒的黑暗之前 到底我们要怎样证明自己曾经活过 或者是自己活得有意义 就变成了古代人的思索 也变成了现代人的焦虑 在今天的清代读书呢 我们要读的这本书 是十九世纪 俄罗斯的大文豪 杜斯托耶夫斯基 他所写的地下室手记 这本书呢 他也呼应到了传道书里面的 虚空的虚空 一切尽是虚空 那么在这段文字中 他的存在感跟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 而存在感真的重要吗